大家好 影片內民生介紹給各位 您冷得會用古冷凍 我會拉著在影片回答 嗨 會野球冷得 你有各位介紹的答案 提供的資訊作呢 OK 以後中打八道 說到裝水的東西 最常見的就是這個啦 這個叫做杯子 所以如果你用它來裝水 你就可以使用量詞 杯 例如 一杯水 一杯咖啡 一杯奶茶 其他像是這個 或者是 這個 都可以使用這個量詞 接下來呢是這個 這個叫做瓶子 所以如果你用它來裝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量詞 瓶 例如 一瓶可樂 一瓶 一瓶礦泉水 一瓶飲料 一瓶飲料 其他像是這個 或者是這個 都可以使用這個量詞 瓶 接著呢是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東西叫做 罐子 所以如果用它來裝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 罐這個量詞 像是 一罐可樂 一罐啤酒 一罐沙丁魚 一罐沙丁魚罐頭 像這種 用來裝調味料的小罐子 你也可以使用 罐這個量詞 例如 一罐鹽 但是呢 在口語上 這種罐子 我們也可以使用量詞 瓶 像是 一瓶可樂 一瓶啤酒 另外呢 某些地方也會使用 聽這個量詞 例如 一聽可樂 一聽啤酒 一聽啤酒 一打啤酒 所以 通常三四個朋友 一起去喝酒的時候 為了方便 我們會一次叫 半打 或者是 一打啤酒 現在呢 我們來做一點小測驗 請你看圖片 然後說說 它們的量詞是什麼 第一 第二 第三 接下來呢 是這個 這種容器 你可以使用量詞 和 跟越南語一樣 像是 一盒牛奶 一盒飲料 其他像是 這種盒子 你也可以使用量詞 和 接著是這種 這種呢 雖然比較少見 但是還是會有人 用它來裝飲料 這種容器的量詞 你可以用 包 或者是 袋 像是 一袋飲料 一包糖 一包茶葉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是這兩個 這個叫做 水壺 這個呢 叫做 茶壺 它們都有一個蓋子 和一個出水口 所以 如果用它們來裝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量詞 壺 像是 一壺茶 一壺水 一壺水 接下來呢 是這兩個東西 太重了 我先放下來 這個容器 叫做 所以 如果你用它來裝東西的話 你可以使用量詞 筒 例如 一桶水 一桶油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點小測驗 請你看著圖片 然後說出正確的量詞 第一 第二 第三 大家都答對了嗎 如果你還想要了解 哪些種類的量詞 請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哦 最後再提醒大家 到第一步來看看哦 感恩 我們下次見哦 拜拜